站在玻璃屋頂工人爬上爬下 毫不客氣 拆了 这一头也有人在鹰架上攀爬 小心翼翼把一片片遮光罩拆下 北投知名温泉三二行管 因为一人李倩荣的阿帕契案 爆出高达123坪的违建 监管处要求主动拆除 但业者拆的却不是重点 83年买的企业书 它是有在定是有123楼 我们91年有申请都市更新的收散 也是有包括1楼2楼跟3楼 在什么时间买的 其实跟违建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 或许他买到了新违建 但是新违建就是要拆掉 三二行管主动拆除 但最大违建95坪的汤屋坚持不拆 拆的是发呆亭的屋顶拉门 一楼餐厅的折光罩 还有二楼的木格栅 总共拆了24坪 内部造景变得七零八落 违建纷针不断 三二行管摆出告示牌 修馆不开放营业 4月13号修馆 那一直到我们政府理性的话 我们就是三楼的部分 才知道说大概要修多久 一心念者还有机会重新开张 但建管处认定的最大违建 三二行管却坚持没问题 北市府给的主动拆除期限 就在4月28号 如果违建还在 这间名人一人都爱的温泉会馆 4月29号就会面临强制拆除的命运 记者刘亮亨庄俊轩SNG小组台北报道